听你这么说 长大哥是为了冒犯公主 还是为了抓蝴蝶 还真说不准呢 公主 把那个给我扔掉 可是 可是长大哥他 不要再给我提他的名字 扔掉 是 你看 好漂亮 好像是长大哥猪的那一只 是啊 真像 真是奇怪了 这种蝴蝶 十年也碰不到一只 今天一件就是两只 小鱼 是你吗 不会吧 是我的蝴蝶 回来 喂 喂喂喂 不要那么冲动嘛 是这只吗 啊 哎 哎 谢谢你谢谢你 不要放手啊 哦 哎 你干嘛扔我的蝴蝶 你知不知道它很重要 嗯 是 是公主命令我扔的吗 可恶 你为什么要紫嫣扔我的蝴蝶 为什么 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你问那是一只普通的蝴蝶 我告诉你 那可不是一般的蝴蝶 它叫万瓦琉璃 万瓦琉璃 没错 万瓦琉璃 这种蝴蝶啊 是十分罕有的 可能你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啊 我千辛万苦了 才把它诱到这儿来 我不懂 看哪里冒犯你了 你一定要除她而后快 你不要以为你是明月公主 就可以随意妄为 所有人都要先救你 你起码也该尊重别人 我告诉你 这只蝴蝶是我的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够动她一根寒毛 你听见没有 气死我了 其实啊 我刚才不是真的在骂你啊 我只是故意装得很生气 是吗 长春啊 你太过分了 竟敢冒犯公主 你知不知道 你之前已经犯了三宗罪了 哪三宗罪啊 第一 你明知道自己武功不济 却要舍山从天门高手手中 永救公主 不自量力 第二呢 公主 坠下山身受重伤 你可以借此机会轻薄公主 可是公主这样的大美人 你却没有轻薄她 太也没礼貌了吧 够了 第三呢 这次饶你不死 但今后我不要再见到这个人 对不起啊 这张本来应该是我受的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很开心啊 因为这个凶巴巴的 早该有人好好骂他 休理他一顿了 小心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是说要回博二庄吗 对对对对 我们被那个什么 不真所谓 不三不四的庄给赶出来 没地方住了 所以啊 就暂时来这里住几天了 这就是你说的安排 是啊 这个地方啊 既干净又安静 而且啊 最美妙的地方是 又可以跟紫嫣姐姐 再次同居 真是太美妙了 别妄想留下来 不准 来 东文啊 等一下把这两盆花搬走吧 为什么 放那挺好的啊 哎呀 你不知道 那麻烦鬼啊 鼻子有毛病 床床打喷嚏 我怕他等一下闻到花肥又来了 哦 听你这么说 你还蛮了解那个麻烦鬼的 因为 因为他打喷嚏样子很难看啊 明眼人啊 你看就知道是被栽赃嫁祸的 难得武器还那么认真跟他们讨论 还喊冤呢 哼 太卑鄙了 一定要找出那个栽赃嫁祸的人 好好教训他一顿 为你出口气 你的玩意未免也太大了吧 哎 难道你是喜欢上我小鱼了 啊 你 哎 你不是来真的吧 是你来假的 我 看你的胸向 肯定孤独中生 没让人喜欢 站住 站住 双双 你在干嘛 什么干嘛 没干嘛 出来 哇 干嘛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哼 我余恩普顶天立地 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可这也断不会加入天门 当什么天门的舵主 简直太混账了 哎 你这是不打自招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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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手段来杀语 要趁重伤未愈 婚礼只有七成的时候才出手 我的心情就像中了太绝 幸福感觉见到人间 只要我身处双手 太终了双手 我总感觉充满每一天 我赶不走那时在我爱上你以后 就拥有我有种甜蜜甜蜜在心头 要勇敢说出口 别害羞